万物和谐 天下太平 大型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七大主题特别关注 今日世界最深重的危机 在哪里 人要没有廉耻性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长者先 右者后 长无人 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祖宗都不要了 父母都不要了 如果说爱国家那是假的 等我有钱了 我做两个特务新的广告 在全国人民吃午饭直播 和谐的大根大本是什么 过人有过人的风暴 这个心会影响他的寿命 会 天使地利 人和的儒家政治 说这个地壳的变化 海水的变化 这个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就是像那个水试验的一家庭 人思想的这个波动的力量 能超过核爆炸的力量吗 在媒体中心生还是毁灭 你说你付出了在家多少 是不是不义之财 要救国家的是你们这些人 毁灭国家的也是你们这些人 重新认识宗教 怎么会看一个出家人 来给你解决 人世间的这些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 更不相信佛教 让我们去 从个新来感恩赛 汤匙小镇 能成为天下人的样板吗 必要时候 我们要跪下来个人民客套 到我们家来 给我行礼 来教我们这些 你们有什么企图呢 老师坐这一派 对 中国一定有全部 最尊贵的嘉宾 一代高僧大德 净空老法师 深入浅出 顿开茅塞 如果是升官发财 是靠佛菩萨保佑来的时候 佛菩萨都变成了贪官无力 都收贿赂了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在今天全世界的范围内 我们还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样一个地方 官员爱护子民 子民奉公守法 父母慈爱子女 子女孝敬有爱 朋友之间讲究忠信仁厚 夫妻之间夫畅出随 我们还记得中国的古语讲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在那样一个地方 民风淳朴厚道 一切都是和顺自然的 现在真的还会有那样的进土吗 我们欢迎您到中国安徽省 炉江县的汤池镇去看一看 看看那里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 分经的老法师 我们继续向您请教 我去过安徽汤池两次参观学习 那是一个特别让人振奋 充满希望的一个地方 非常令人感动 那么现在呢 就是很多人都想问 因为这是您树立的样板 您亲手倡导给它建立起来的 您最终希望把它建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这种希望 长远的希望 这种事情 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 或被迫的 为什么呢 我参加五次联合国的后平会议 参加三次国际上的论坛 会议之后 当然那都是真的是名流学者专家 做出的报告 最后总结的结论 我看到每个人都在那叹气 为什么呢 做不到 你说这些会议的结论 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分发每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会采纳 会能够把它落实去做办 这些人信心危机 那要再把它信心建立起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个样板 原先在美国找 最早是在美国找 这语言不成熟 所以到新加坡找的时候 新加坡的语言也不成熟 没有地 然后到澳洲 本来我看中这个小城 图文巴这个小城 居民八万人 我跟市场谈这个 跟这个大学校长谈这个 大家都很欢喜 都赞成 不信就发死 我们这个小城里面 信仰宗教的 只有20% 不信仰宗教的 占80% 还有少数极端排斥宗教的 所以我们在那做得很辛苦 可以立足 没办法发展 所以前几年回到老家 去看看我们乡亲父老 我就谈到这种事情 家乡父老们就说 我们愿意干 我们大家来干 这样都在鼓起来的 我说好 既然大家有意思干 我们就在那里落实 就选择汤池小镇 这个小镇是要的成长 这个四万八千居民 所以我就想 我说我们好好的来做 把这个小镇当做一个样板 当做一个试点 把弟子规在这里落实 怎么教呢 先要找一批老师 老师我们在网络上征求 报名有三百多人 我们都去三十个人 这三十个人到现在 这个杨老师告诉我 有十五个人成交了 有十五个人 真正的走神仙道路 就是十五个很像孔子的人 对对对 我在那里告诉这些老师 我说我们要学孔子 要做现代的孔子 要做现代的孟子 要做今天的释迦牟尼佛 我说我们要做到 要学到 要做到 如果不是这样做法的 你不能读自己 也不能教育 然后我们就开办 把它们分发到各个乡村 每一个村 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教育 这就开始教学了 这就开始教学了 那在最初他们还不知道了 这个还不太愿意接受啊 我们的老师见人都是九十度绝构的 恭恭敬敬 诚诚恳恳 把当地居民感动了 我们的老师每一天排着队 到马路上捡了所 捡了一个星期 当地居民不好意思丢了所 你主动要做给人家看 居然还有一个妇女 告诉我们的老师 我家的厕所 能不能给我去洗一洗 很脏 我们两个老师听到 赶快就去 就像对我伺候父母一样 感动了全都 你人家刷厕所 对是 你叫我呢 我们就服务到家 无条件 那当地的居民问这些老师说 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到我们家来 给我行礼啊 来教我们这些 你们有什么企图呢 他们当时很少问 地方一些 有些人是来问我 有什么企图 有什么目的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我是有企图 是有目的 企图目的是什么呢 告诉全世界的人 人民是可以教的好 我说我们的目的 希望你们做个好人 希望你们一生得到幸福美满 父慈 子孝 兄弟 侯母 邻居 互足 合作 这个社会好不好 大家接受了 我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做法的事 我说我跟杨老师想 我们做三年 做三年 三年 带上轨道了 这不是我们干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地方政府干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您好像是 有这个资金投到了那个地方 盖起了很高的大楼 对啊 那么这些大楼将来要捐掉吗 我都全部捐掉 都送给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